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每天和你们分享身边大小事的莎莎 今天呢就去幼儿园那里拿了我家儿子的一些申请小学的资料回来 因为这边都要提前一年的申请 所以呢我现在就要 之前呢就有一个网友留言给我 他说在这边读书 你是不是要买学区房呢 我说不用 看这里就是小一入学的所需文件 他就是需要你这个居住地址的证明就是电费单啊 水费单啊 因为这些资料的话你在这边租房子都会有的 所以呢在这边呢你不需要买房子也能读到名校 但是名校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入啊 等一下呢我就要认真的填这一张表 就是一个副本还不是正本 填完副本了教回学校看你有没有填错什么资料的 再给一些正本给你填 再投去你有意向的一些小学 这些呢就针对想读官吏啊 还有资助小学的一些家长 应该就像我们的公立学校 然后呢只可以投一间 如果呢你这一间呢没有录取你的话 那呢你就要等到一月份的时候参加统一派位 我觉得这样也挺不错的 因为你只需要选一间 然后家长就不用太烦了 反正你这一间你不录取的话 你就参加统一派位 然后呢教育局呢就会 必须给你的孩子安排到学校 不过呢就是怕分一些学校分的太远的话 到时候节省也很麻烦要做校车 嗯 不过一般不会太远啦 都会在家附近 其实我真的很想直接参加统一派位就好了 不用妨 但是这样子好像我又有点像不负责的家长 怎么也给儿子争取一下嘛 到时还要去那些小学那里面试 然后面试过了之后学校再发通知给你 那内地呢就很喜欢竞争近公立的学校 但这边呢就很有钱的那一些呢 就很喜欢读国际啊私立啊这些 这边的资助小学呢它也有分那种名校 就是很多家长想选这些学校然后会竞争 不过呢我觉得呢要不要进那些名校呢 当然有钱我也想进国际 我就比较想我的孩子是先做好人 你有本事的话再读好书 过好人是最重要的 不过我也上网搜索了一下就是家附近的一些资助的小学 然后其中有一个妈妈呢就是发了一篇贴子 就是说嗯这边的小学有什么好的 然后下面一大波网友评论就是说 他们大概的意思呢就是 如果你是金子你在沙堆我也能发现你 如果你是沙子你在金矿里我也发现不了你 就是说如果你孩子是读书的料去哪里读都一样 选学校呢最重要是要离家近 第二呢就是要看他们学校有什么兴趣班 我比较注重一些孩子的兴趣发展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比较喜欢像这方面发展 那些文化课 好啦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